国际方面美国大选临近 那民主共和两党的竞争也是白热化 而这一结果对于未来的世界 将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香港的疫情全面扩散 医疗系统昨天也是有专家提警示 也许会面临到一个崩溃的状况 市民一定要做好防风险 防控的这个防疾病的这个准备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 投资者应该怎么来对冲这些风险呢 现在我们立在连线 会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徐伟华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徐先生你好 徐先生你好 首先我们看国际方面吧 美国大选还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全球都在关注 现任总统特朗普是不是还有机会继续连任 选情也是比较胶着 在如今环球政治经济环境 都比较动荡的情况之下 美国大选的结果 也是关机到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 目前拜登有一个紧追直上 并且超越的势头 特朗普团队也是受到很大压力 而特朗普确实在问及这个问题 我们昨天新闻中也提到 他自己说我是很少落败的 那么您觉得这一答案背后 有什么样的含义吗 如果说拜登胜选 美国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您觉得会出现怎么样的变化 尤其是中美方面这一块 首先我们认为 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 对中国的政治政策应该是保持 一定的连贯性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知道美国有对外交往联会 以及背后的智商团 以及包括背后的总统机制 告诉美国总统在对外界的政策来讲 一般是有连续性的 所以说我们并认为说 中美关系会有极致变差 或者有主观变好 还是保持现在一个互相竞争 或者说是互相合作的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至于说竞选方面 我们讲过说其实美国竞选 主要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和一个选民的情绪问题 那么从经济问题考虑的话 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这个疫情 造成了这样大量的失业人口 能否逐渐地找回工作 失业率能否下降 另外一个就是股市现在创造的 这样一个短期的财税效应 能否持续 大家觉得还是一片歌舞升红 都赚了钱 那么这样的话 对特朗普就非常有利 那另外一方面情绪方面的话 我们知道美国疫情 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一天是8万多人 超过美国所有换免人数 所以说基本上现在是一个 比较恐怖的状况 但是我们也看到特朗普 现在也试图是转化这样一个矛盾 昨天又讲说 就是由中国引起的等等 就试图把这个城坡 完全推过给中国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特朗普非常明确说 在选举中最重要的 还是要拉拢选票 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 讲了说他也在说 中美贸易行业团的这个城坡 是继续保持下去的话 中国还在执行 强调美国产品 那么现在又说 这个疫情实际上其实在讲 连下之意就说 其实跟美国没关系 主要是中国搞起来 现在虽然这个情况很差 但是现在主要是要把这个事情 向中国去 我们认为这个方面 它并不见得是一个 非常理智的情绪 但是它可以影响 选民的这样一些情绪 我们希望继续 在这个状况下 能够拉一些选票 但我们也看到 之前美国白人飞行之间的 种族冲突 种族矛盾也是一眼一眼 这充分报名了说 美国社会财富的差距 以及说种种的矛盾 在这个特朗普一个 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 领袖的模范带头作用下 变得是一个比较混乱 所以这也造成说 其实美国的政治 现在分化是越来越激烈 所以也是 这是为什么 拜登最近就是 有点追上来 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认为 其实特朗普 最终还是要看 这个经济 能否和保持 现在这样一个 很好的恢复态势 以及疫情 最终是否有一个短点 开始一件变好 那么在最后 就是说 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些矛盾 他们如何去调取 这个三方面是 特朗普 他们如何进行 这个关键 另外我们再看到 这个香港的疫情方面 刚刚也是说到了 这个目前疫情 是呈现一个 几乎要失控的一个态势 专家也说了 这个日增百个数案 这个百个个案 如果是说 这样的情况 要持续到一周的话 就会带来一个 医疗系统的崩溃 那么目前 我们也是可以 在大街上看到 有很多的商铺 已经是关门大吉了 而下一轮要什么时候 能够租出去的话 可能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请问一下您的观点 您觉得现在一个 香港的整体的经济状况 哪一些会受到 相对比较小一点的波及 那投资者又可以 在什么方面来部署 进行一个对冲风险呢 首先我们知道 香港的这个疫情 之前大家都认为 是在一个可控状态 直到最近这段时间 突然间开始爆发起来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没有预料到的风险 所以香港政府 应该也要去检讨 为什么这个疫情 在之前控制比较好 这次突然间爆发起来 到底是哪个团队出的问题呢 当然政府现在 也是没有余力 在做这个事情 主要是应对 每天出来新增这个数目 这里面这个 我认为是有一个 基本的问题呢 就是美国基本上 现在是放人不管 对国家已经处于失控状态 媒体也不进行大幅报道 这个普世也不去关注 大家可能 老百姓都该怎么过去 另外有些国家 中国呢 就管得非常严 这些东西 都要把它全部扼杀于无形 把这个事情自立好 这两个国家走的 都是两个极端 那么都得到各自的利益 因为很多时候 你做一个大的经济 就是权和利益 那么他们都得到了 相反这方面的 这很大的利益 而香港是什么 我们认为一直在中间太 它也没有说下令军 已经说要把这个疫情 完全给它对绝 也没有说像美国家 那放人自国为主 以至于造成 现在在中间 处在两盘的这个经济 我们看到呢 其实香港之前的 这个经济就不是很好 那么自从这个新冠肺炎 包括去年这个政绩那里来 其实是十方日下 那么现在出来的这个失业率 达到6.2% 大家普遍认为呢 接下来肯定是 继续上升到7%以上 那么包括之前零售业 是受到重犯 期待我们看到建制业 这个差距很大 那么更不要讲说 参与业现在也是雪山加霜 那么在这样一个前端 这个叫不到钱的情况下呢 商铺的租金币人很大 最终会不见传递到说 像这个地产公司 也会受到影响 玩家可以下挫 那么这个传递是需要一定过程 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呢 实际上风险 除到递间的累积 递间的传递 当然好的方面是说 最近的中美之间 都交恶了很多科技 对到香港 国内的企业在香港上市 那么那斯达克的科技泡沫 还在越说越大 包括香港资本市场 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热度 但长期来看的 这个经济走下滑的趋势 是比较平线 我们认为这里面 还是有比较大的东西 最后呢 还想跟Michael聊到一个 现在昨天开始非常热的话题 就是蚂蚁金服要上市 并且选择上海和香港 希望能够两地同步上市 其实蚂蚁金服的 这个上市之路 叫了很久了 但是呢 因为政策各方面原因 曾经有一段时间 它跟这个监管部门 还会有一些相互之间 不是很理解的地方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蚂蚁金服选择 大规模的 这么高调的上市 您觉得在这背后 有什么样更多的原因 值得我们去深究 并且您对于蚂蚁金服 上市所带来的这个影响 是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认为呢 蚂蚁金服选这样一个 时间点上市呢 是非常聪明的 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实际 因为实际上 在现在这个阶段 中国政府非常鼓励 科创板 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然后呢 筹集很多的资金 因为其实纵观 美国这些科技公司呢 也是在当年 2000年这个科技泡沫中 积累了很多的钱 虽然说后来泡沫崩溃了 但这些钱 能因为投资 研发 最终的有一些企业 是通过下来 涨成现在这个 万亿美元的巨头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泡沫有泡沫的很多 当然说你在泡沫中 把钱推光了 费了很多钱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可能投资者需要去提供 但是泡沫对这些 最好的科技企业来讲 也是一个好事 中国也是看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科创板 这个推出 已经说现在独立企业上市 都是出这样一个 政治的一个想法 那么可以说这个事情 对这个企业来讲 非常好 尤其是说 马亦军看到 在NH5 不是上市了 对企业来讲 就非常好 那么它这个上市的规模 有消息涨了 可能在香港 投资到100到200亿亿 那么估值是达到2000亿年 这是一个非常金融的估值 因为我们知道2016年的时候 它就能带 45亿美元左右 那其实增长非常大 那么对企业来讲 它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时机 但是至于说 对投资者来讲 这个就是很好 这个长期投资 我觉得大家还会 自己说也就是第一次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Michael这一时 当然与我们的视频连线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读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